泛冰冰冯小刚被爬!少小山开炮你们在洗脚城做了什么,心里清楚! 最近蝉食官终于上了热搜,大嘴宋祖德也非常的高兴,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庆贺这件事情,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?宋祖德说这是小人被扳倒的信号,蝉食官已经很久没有上热搜了!而且宋祖德还让黄胜衣滚出娱乐圈,一个精神贫穷的女人,除了炫富还会什么? 当年拜照本山为师丢脸,出道十几年,除了一次次的恶俗炒作,有什么经典作品?生了两个孩子很骄傲吗? 上真人秀综艺节目炫富,浅薄的女人活在世上有何意义?有正义感的人,即使物质贫穷,仍然富克低国,比如蝉食官,而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,眼里只有名利的女人,就像行尸揍肉, 比如黄胜衣,之前权势官就在社交网站上发文,炮轰了杨子和黄胜衣两个人,而且还曝光了两个人赚钱的生存之道,可以说细节非常让网友震惊! 电影大轰占一部电影《杨子和黄胜衣》就赚寥寥几个亿,那么这里面的一些细节,可能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 这次还有一名演员在社交网站上声援蝉食官非常的开心,而且还感谢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,她正是以前范冰冰的替身演员邵小珊,而且邵小珊更是爆料了范冰冰,冯小刚以及王中类三人之间的一些趣事。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,纷纷表示不敢相信,邵小珊控诉王中磊,华裔兄弟出品的电影《毁了我》,而范冰冰则把自己介绍给冯小刚,当时在亚运村梁子洗脚,作为凤凰周刊的记者去给他们送报纸。 邵小珊更是控诉冯小刚,网中雷以及范冰冰,你们三人在洗脚城做了什么?你们心里要清楚,做人要有良心。 邵小珊更是公开喊话范冰冰,其实我对不起你了,作为媒体后台,我保护了你十年,公开对媒体说那是你弟弟,也没整过容。 其中邵小珊更是透露范冰冰死前曾经要她叫她念金刚经,可能是范冰冰私下里做了一些非常愧疚的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